不要再咬我了 我起來反覆的話 你會受不了 對於判決的主奪不滿 今天終於跟吳宗憲這樣子 2019年到現在喔 終於判完了喔 那我還會上訴 我跟大家講啦 我誠實 我阿管真的跟大家講一句話 我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看過賠這麼高的金額 法官給我說 我給你緩刑 那你去捐錢 他說10萬我捐10倍 我說我捐100 然後他說你緩刑 我後來把緩刑撤銷 大家去看新聞 我說緩刑不用了 你該罰我多少錢 我也去照 然後你這個民事法官居然這樣講 你說 我捐這100萬 是在照我自己的聲量 而且我這個影片有9萬能看 所以你不認為 你判這個罰這個100萬 捐這100萬你是 你覺得沒有 不過因為我聲量很大 那個部分9萬能看 法官 9萬能看真的很少 他說我9萬點閱 我的影響力比吳宗憲大好幾倍 我的影響力比吳宗憲大好幾倍 所以不對等 所以我要賠他80萬 賠80萬 每天都有人在講 每天都有人在講 他說看我因為這件事情 我流量比他大 然後我捐這100萬 我交代的時候 他說我在照我自己 好啦 只希望事情能趕快落幕 把他成功處整理報導